哈囉 我是沛莉 今天要來教你們洗臉的六大重點 很多人可能都會想說 洗臉不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有什麼好分享的呢 對 我也是那麼覺得 可是你知道你每天都在洗臉 你有可能方式不正確嗎 因為當你水溫太高 或者是你挫揉太用力的時候 都可能造成肌膚的拉扯 然後產生細紋 毛孔粗大的問題 那如果你水溫太低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知道熱脹人說 當你毛孔有了一整天堆積的髒汙空汙之後 然後再加上油脂的分泌 你還沒有去徹底的清潔你的毛孔 你就已經用冷水去讓你的毛孔收縮了 那那些髒汙就會一直在你的毛孔裡面 而形成了粉刺痘痘 所以很多人的皮膚狀況 都有可能是因為你清潔不當所產生的 還有一些人喜歡用毛巾 如果毛巾的纖維通常都比毛孔還大 那你沒有辦法清洗乾淨 或者是過度錯了的時候 都在傷害你的皮膚的角質層 然後也有可能因為你的毛巾濕濕的 沒弄乾淨 它滋生了細菌 你再繼續使用用它來洗臉的話 那會造成你的皮膚 二度的傷害有可能變成是敏感肌 所以洗臉這件事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可是其實有一些關鍵的重點掌握了之後 你知道嗎 光靠洗臉也可以讓你皮膚變好 像我自己大學的時候 其實就是痘痘跟粉刺還蠻多的 用了很多的保養品 擦了很多的痘痘藥 都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改善 直到我改變了我的洗臉習慣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洗臉有這麼多的小PayPal 你知道如何正確洗臉之後呢 我大概嘗試了一個禮拜 正真的用這樣子的方式一個禮拜 我就明顯的感受到 我的痘痘跟粉色狀況改善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拍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洗臉的小PayPal 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好 那我現在要來實際洗臉囉 首先呢 第一個關鍵重點就是 要用溫水 因為呢 用太冷的水 會讓我們不容易清潔我們的毛孔 那用太熱的水呢 會帶走我們皮膚的油脂 然後造成過於的乾燥 所以呢 我們就要用溫水 水溫的部分大概跟你的體溫 差不多就可以了 先用溫水去濕潤你的全臉 好 那臉部濕潤了之後呢 第二個洗臉的關鍵重點呢 就是要用洗面乳戳出 充分的泡泡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欸 洗臉泡泡多就是好嗎 其實不見得 只是泡泡多是一個 可以減緩你的手 就是過度摩擦拉成你的肌膚 然後可能會造成一些細紋 或者是皮質受傷的一些問題 然後也有可能 因為你的沒有戳出充分的泡泡 你沒有辦法徹底洗乾淨你的臉 容易就是造成一些毛孔裡面 有一些髒污沒有被洗乾淨 然後或者就是找痘痘的情況 那我今天用的呢 是露德勤的氣墊泡泡 因為它泡泡還蠻多的 更重要的是因為它不含酒精 然後也不會製粉刺 我是混合偏乾肌 我使用完之後 我是覺得 臉是有被保濕度 可是不會太過於緊繃的 因為它裡面是有添加了 高濃度的不尿酸還有氨基酸 好 那用量的部分呢 其實不需要太多 就大概一個10元硬幣大小 或者是擠出一條 大概2公分左右的長度就差不多了 然後接著呢 就加水 記得要戳出充分的泡泡 不要這樣子一整坨的洗面乳 就往臉上塗了 這樣子很容易就是沒有沖乾淨 然後洗面乳的殘留的話呢 會造成你皮膚的一些問題 好 那我自己覺得其實用手搓 就可以搓出很多 細緻像是慕斯一樣的泡泡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搭配洗面網 去搓出更多豐盈的泡泡的話 也是可以的 好 那 只要搓到沒有一個明顯的一塊洗面乳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開始洗臉了 洗臉的部分呢 我建議可以先從T字部位開始洗洗 因為我們T字部位是比較多油脂堆積 然後容易造成 毛鼻頭粉刺啊 毛孔出大問題的地方 好 那第三個關鍵重點呢 就是輕輕按摩 搓圓約15下 然後呢 盡量就是快速的沖臉 不要讓洗面乳在你的臉上停留太久 那第四個關鍵重點呢 當然就是要把臉上的洗面乳泡泡 全部都沖洗乾淨 如果你不敢用手接水去潑臉的話 你可以選擇使用一個濕毛巾 輕輕的去擦拭你的全臉 然後呢 慢慢把那些泡泡給擦掉 這樣就可以囉 或者是用按壓的方式 然後把泡泡都帶走 這樣就可以洗乾淨了 你覺得臉上摸起來是沒有泡泡的 那就OK 那接下來呢 第五個關鍵重點來囉 嗯 我自己呢 是使用了第五個關鍵重點之後 很明顯的感受到 毛孔出大跟一些粉刺的問題會被改善 這一個關鍵重點呢 就是我們要用冷水去潑你的臉 至少10下 這個動作呢 可以促進你的毛孔 緊緻收縮 然後呢 也可以讓你的臉部血液循環變得更好一些 所以我們要用冷水去潑臉10下 好那第六個重點呢 就是我們要照鏡子 檢查一下自己的髮際線 頭髮邊邊 或者甚至是脖子下巴胸口 有沒有殘留的洗面乳泡泡 因為 嗯 如果你泡泡這邊沒清掉的話 很可能就是你會發現 欸 額頭這裡好像長粉刺長痘痘之類的情況發生 所以呢洗面乳一定要清乾淨 那接著呢就是你可以準備一個乾淨的毛巾 稍微的 用按壓的方式 把臉上多餘的水分給擦乾淨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洗完臉之後呢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 你的皮膚 摸起來是水水嫩嫩的 毛孔感覺是乾淨的 可是不緊繃 就是有一點點乾爽的感覺 可是它不是緊繃 如果說你洗完臉之後 你會覺得 我的臉好繃喔 而且會感覺很乾很乾 會泛紅的話 那有可能是你的水溫太高了 又或者是這個清潔產品不適合你 建議可以稍微換一個就是保濕效果的一個洗面乳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那當然洗完臉之後呢 建議大家就是5到10分鐘 儘快的可以擦上你的保養品 然後耗耗的幫肌膚就是保水鎖水一下囉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我自己的一些洗臉的心得跟小Payboard 記得真的就是 如果你照著一整套流程下來 然後還有加潑冷水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只要一個禮拜 你就可以感受到你的皮膚好像變好了 真的洗臉也可以洗出好膚質 那就祝大家就是 輕鬆保養就可以變美麗囉 好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給我 或是你想要知道我今天用的 這一罐洗面乳的話呢 它的全名是 露得清深層淨化氣墊泡泡保濕潔鹽乳 那你也可以上網搜尋更多它的相關資料 或者是在各大的美妝通路之類的 應該都可以找得到它 這樣還蠻親民的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囉 好就這樣子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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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